原則上我對肉品的品質是蠻注重 因為我不喜歡有一些肉是有味道的 它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即便是清煮 清湯煮 都沒有任何的腥味 最主要它的肉也很好吃 厚度也好 口感也好 它不柴 因為我們外面一般吃的比雞豬排它會柴 但是它完全不柴 然後料理起來也很方便 他們家的豬肉雖然它是冷凍宅配的 可是發現他們的口感跟 我們在市場買的溫體豬 那個口感是一樣 是有甜味的 新北市的肉品交易市場的豬肉來源 是來自於我們中南部的豬農 那豬農會把豬汁帶到新北市的肉品交易市場 由我們的師傅去挑選我們 明天要供應給消費者的豬汁 那挑選完之後呢 毛豬進入電載 電載之後就直送到我們工廠來 我們就會進行大分切 小分切 然後再加工 包裝 在這個過程裡面需要降低溫度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土體 你不降低溫度的話一定會有細菌之身 所以呢 一旦進來的時候呢 就會透過這個原料冷藏先幫它降溫 降溫之後呢 我們再做分切 包裝之後呢 運送呢 一樣用冷凍車的方式去做運送 如果時間要拉長一點的話呢 我們就進入急速冷凍櫃 在40分鐘之內呢 把中心溫度降到零下40度 有效殺死這些生肉裡面的細菌 全廠區食用級的清潔措施 每一季的SGS檢驗 讓平日忙於工作 無暇購物的民眾 利用網路就能買到新鮮乾淨的溫體豬 它的梅花其實分布的油花是蠻漂亮的 而且吃起來蠻香的 其實香腸我不太吃的 我只吃他們家的香腸 因為現在我們也沒辦法出門 或者是說出門去傳統市場也很髒 那我們就會選擇在網路上面購買 所以它對我來講是很方便的 與家人坐下來吃一頓溫暖安心的飯 講出心裡話 得到良癒 得到解放 也得到面對明天的勇氣 這是與老闆最大的願景 也是肉品業者給消費者最用心的保證 等一下 解放了解放唇